文明疫情肆虐全球大约一年的时间 不过好消息是不少地方已经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 而我国也将从明天起为医护人员接种辉瑞和BioNTech联合研发的疫苗 辉瑞的这款疫苗问世的日前就受到了极大的瞩目 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科技MRNA的技术研发 没错MRNA的技术和传统疫苗研发技术有什么不同呢 疫苗过去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研发的呢 MRNA指的是信使核糖核酸 它拥有编码蛋白质的能力 人体细胞会制造信使核糖核酸 以协助人体生长修复 至于MRNA冠病疫苗 科学家主要是将能编码冠病毒 刺突蛋白的信使核糖核酸导入人体内 让人体制造病毒蛋白 引导免疫反应 与此同时 病毒蛋白不会像真正病毒那样使人们病倒 而体内有了这个记忆后 当人体接触到真正的冠病病毒时 免疫系统便能马上识别 抵抗病毒的入侵 目前其他疾病的疫苗又是利用什么技术研发 它们各自有什么利与弊 会怎么影响疫苗接种的次数和剂量 我们国内普遍使用的疫苗 就是有这些灭活性的疫苗 减活性疫苗 结合疫苗 综合疫苗 多糖体疫苗 还有类毒素疫苗 减活性疫苗 基本上就是最像我们的自然疾病的 所以这些疫苗 它的抗体一般上都会是最强的 所以效果会是最好 当然顾名思义这些是减活疫苗 所以还是活的细菌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这些疫苗的 比如说就是好像黄热症疫苗 水痘 风疹 腮腺炎 还有麻疹疫苗 这些都是用于这些减活性的疫苗的 下一组就是灭活性的疫苗 所以灭活顾名思义是已经死掉 因为这些已经死掉的病毒 基本上你的身体接触它的时候 还会认为这个不是我身体应该看到的东西 所以自然而然还是会产生它的抗体 也会发挥它的作用 只是说它的产生的抗体可能会比减活性的疫苗来的弱一些 当然还是充足于及发挥它的作用 当然长期以来有些灭活性的疫苗还是需要打补充针的原理就在这里 好处是说在能够比较广泛的使用 就算在那些有慢性疾病 还有可能免疫系统比较低弱的 都能够安全的接受接种疫苗 所以这些普遍使用的就是流感疫苗 甲型肝炎的疫苗 再下一组就是我们的这些结核疫苗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疫苗其实就是采用病毒或者是细菌的一部分 来造成一个能够给予你的身体的 刺激它能够产生这个抗体的疫苗 所以普通使用的就是这些好像肺炎球菌疫苗 乙型肝炎疫苗还有脑膜炎球菌的疫苗 最后一个我们就说这些类毒素疫苗 所以这些就是采用你的那些细菌所产生的毒素来制造你的疫苗 所以不是使用细菌本身 是用细菌产生的那些毒素 所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白猴还有破伤风的疫苗 是的 我国从上一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全国儿童免疫计划 那么当时主要是鼓励家长让新生儿注射预防结核病的卡件苗BCG 那么在这之后纳入计划的疫苗就持续的更新和增加 到现在已经有12种了 是的 当局也在2017年推出成人免疫计划 列出成人应该注射的疫苗 今天民众接受8种疫苗的接种 那么免疫计划下涵盖的疫苗到底有哪一些 能够预防什么样的疾病呢 普通在孩童时候打的疫苗就包括BCG 也包括B型肝炎 白日咳 白猴 破伤风 乙型 流感 嗜血干菌 还有水痘 风疹 麻疹 还有腮线炎等等 广泛展开的儿童免疫计划 让国人对不少传染病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我们就来说 塞线炎其实在新加坡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大多孩子们都已经有注射过这个疫苗 有患过塞线炎的人士都会记得 唾液线 疼痛 这样的都很辛苦 当然在严重的时候也会造成脑膜炎甚至死亡 风疹其实也是同样的一回事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既然都有这个科技能够保护孩子们 我们都提倡大家接种疫苗 而成人免疫计划的推出 也是为了鼓励国人通过疫苗的接种 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 到了成人的阶段 可能免疫系统比较低弱一些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倡我们的国内的人士都接种疫苗 因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 可能会对一些疾病 就算中了 其实这些疫苗能够减轻疾病的症状 缓和他们的那些并发症了 一个意思来说就是我们的肺炎球菌的疫苗 我们都提倡国内的人士 65岁以上的人士都会接种疫苗 而且就如果是说有一些慢性疾病呢 可能就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提倡你做这个接种疫苗了 部分民众在注射疫苗后会感觉不适 但这并不意味着疫苗不安全 其实呢 这个其实是你身体对这个疫苗产生的正面反应 所以也就在说 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在做这些抗体了 这些副作用呢 如果轻微的副作用其实都很正常 如果是轻微的副作用呢 比如说注射的部位有一点红肿啊 腥微发烧 可能也会有肌肉酸痛的迹象呢 这些都会在几天以内都会自己慢慢消失 今天的市城有约就播到这里 欢迎浏览巴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市城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